高雄市瑞翔高中有两名高二男同学发起了让台湾看见瑞翔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活动 那么三个多星期呢他们也一口气 这个聚集了全校三千多名师生在操场上 大家排出了台湾的地图要用行动来爱台湾 三千多名师生迅速走位 透过制高点同学及老师的指挥 全新的国旗配色地图轮廓就在操场上 渐渐成型了 为了呈现如此壮观的画面 两名高二的男生从这个月初就开始策划这场圆梦计划 就算冒着雨也要来到操场拉线做最后确认 就刚好碰到风面来洗下一天 然后我们当天就洗几天 当天就来学校就几个同学 国中部同学就拿着绳子那里绑 就帮我雨在那里叮叮叮 就读高雄市瑞翔高中的这两名高二男生 为了响应网路上一名外籍老师的爱台湾活动 不仅共襄盛举 年纪轻轻的他们还决定要玩大一点 除了应用地球科学课学到的投影理论 还跟老师借来了专业的天文雷射笔 再套用数学的梯形理论 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将地图完整呈现 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去把那个台湾地图 照那样的比例把远处缩回来近处放大 用那样的比例去把它调回来做梯形的修正 这应该是属于全校的荣耀 还有而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两个只是把梦想给它完成 发起活动的秋同学相当谦虚 把圆梦的骄傲与感动与全校师生一同分享 其中虽然困难重重也一度以为无法完成了 但仍然教不习同学的一帆热血 加上老师的大力相挺 这场用行动爱台湾的活动 已经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爱台湾 周年轻轻轻轻谱明张信 高雄报道